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理访谈 暴力让他毅然离婚 一天也不能过了 前夫重病 他却义无反顾扛起经济重大 没打十分工还要给你养这个家 还给你看病 天使降临 前夫张口就骂的坏脾气 却为何愈言愈恋 重压之下 他又为何不愿放手 欢迎收看心理访谈 前妻前夫的恩与愿 这对因为家庭琐事吵得不可开交的男女 其实并不是夫妻 准确的说 他们只是前夫和前妻的关系 三年前离婚的时候 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他们现在居然还能重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因为当初他们并不是和平分手的 看了你不顺眼的地方 他就开始骂 哎呀越骂越带劲那种 哎呀感觉 一般要是骂他 真的骂不过他 梁肠伟张口就骂的习惯 让张红文无可奈何 而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 丈夫的谩骂随时可能升级成拳脚相家 他都控制不了进去 然后又是一巴掌就把户到外面就活运了 但是半小时醒不过来 我都在那吃起 谁走着没得逃走 两个代后不提 就在反正干了活 我那那豆腐 都老年豆腐 没到这个地方 不能退吃起了 结婚12年 张红文曾几次被梁肠伟打晕过去 而梁肠伟第一次动手打人 正是两人结婚后不久 张红文怀孕了五个多月的时候 他怀孕也有烦恼的 我回来有点晚 十点多 十一点回来以后 他就想发现 都结婚然后都怀孕了 你不在家陪陪 我还经常出去跟人家玩去 我肯定心里不舒服呀 你干什么去了 哎呀我没干什么 他就要 怎么发现啊 就得牛腻一下 不让你睡觉 骂着骂着他一动手 他打了我这圈子了 怎么就一片 一把掌就打了我那狼 哎呦当时我都凶刻了 面对张口就骂 抬手就打的丈夫 张红文多次想到离婚 却又不忍心拆散这个家庭 然而2012年的一次争吵 却让张红文再也不想委屈求全了 当时张红文在山东四水贷款经营的六家化妆品店生意越来越差 经常出现没钱给员工发工资的情况 员工的工资还可以暂时拖欠 但是每月需要还给银行的几千元贷款却是无法延期的 这让张红文和梁常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最后一次是在电聊 然后那一次他就开始骂我了 你看啊因为什么那次 就因为看到我没有压力 我希望他行动起来想想办法 我说我怎么没有想办法了 我一直在心里想办法该找谁借 真紧急 事实也是我是没子儿了 没办法 冷静不下来 说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就说 张红就是人的老娘了 你怎么没有一点压力 我就觉得说脏话 我最大缺点是容易说脏话 我说你要不然就帮我借钱还款 要不然你就安静 我说你骂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然后他不停地骂 生意长期亏损的巨大压力之下 张红文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 去忍耐丈夫的恶意想象了 十几年婚姻中累积的负面情绪 一瞬间全部爆发出来了 然后从那次闹 闹得很厉害 那次连化妆品全部都摔了 哎呦 我反正就像疯了一样 控制不了自己了 然后以前我感觉还有邻居什么的 都忍一忍就过去了 不过那一次忍不下去了 忍无可忍的张红文终于下定了离婚的决心 走到民众局 说什么也不给力 他说能臭好给你调解还是调解吧 最好不要走到这一步 然后说不行 然后我直接我没点就上了法院 他们也给我调解了 然后我说不行 坚决地离婚 哎呀一天也不能过了 我说当时的时候 要是不离婚 我就真的不想活了那种感觉 哎呀感觉太累了 反正一天天的看不到希望 本身这么大的压力 我什么都不图 只图你理解我 好 那个时候要求确实很低 但他也做不到 离婚让张红文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 他把笑意不佳的化妆品店陆续关掉了 期待生活和事业都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可是去年7月 梁肠伟被查出患上了无法治愈的尿毒症 双肾已经完全坏死 我直接就不想活了 就想吃餐了 到时有的有过这种心 就不想活了 梁肠伟之所以如此绝望 是因为他知道尿毒症是根本无法治愈的 必须通过每周两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同时还要服用多种辅助治疗的药物 除去可以报销的部分 平均每个月需要支出的医药费 仍然还有四五千元 这对于没有积蓄 也不能再做重活的梁肠伟来说 无异于填文数字 就在梁肠伟几乎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刻 张红文竟然二话不说 回到前夫身边承担起照顾他 为他挣钱治病的重任 一年多来 为了不让梁肠伟的治疗中断 张红文一直同时做着四份工作 这些人感觉好累 没有一个人可帮我 那个四千元为什么管车 为什么没得出钱 为什么一想一想的呢 为什么你也管车了 你还找管车理由 你留自己用 为什么没得出钱 你用了吗 用了 我用了 张红文说 时常让他感到心力交瘁的 其实还不只是打四分工的劳累 而是梁肠伟对他的态度 一年多来 虽然梁肠伟动手打人的毛病已经改了不少 但是动不动就对他破口大骂的情况 却有增无减 要这样的生活 整天这样 整天这样 你说我没有一个安全感 我本来就是说在事业上很累 走到家里 给你商量一件事 你不这样说就那样说 我感觉每天我都感觉我太可怜了 没有一个依靠给我说话的人 为了给梁肠伟治病 张红文总是想尽办法找机会挣钱 没想到 这竟成了梁肠伟发脾气骂人的一个由头 不可能管给女的谈业务 但是给个男的谈业务 就是说给那男的打个电话 他感觉他就 是不是你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就是和你在一起吃饭 感觉他就是这种心态的 就是经常的就是侮辱我 有失望 我可双心了 就哪怕你做得再好 在他心里 他根本就是整天怀疑你 梁肠伟为何要如此充胞 对待他的救命恩人 面对变本加厉的情务 张红文为何没有一走了之 而是一直选择隐忍 重新走到一起 却并没有办理复婚手续的两人 究竟存在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感情呢 曾经是夫妻 那我们以为患难见真情 是吧 两人因为这种走在一起 应该更加的相爱 更加的理解 可能会比以前好很多 就没想到张女士 还是有很多困惑 到底该怎么办呢 今天他们俩人来到我们眼波市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我们今天心理专家是谢丽宇老师 你好 两位观察团情感专家阮齐 你好 还有老朋友安妮玫瑰 你好 你们俩现在觉得你们到底是什么 是夫妻吗 我感觉还是丈夫 那为什么又不复婚呢 我想复婚 因为她感觉我帮她 这样帮她 她感觉就是给我负担 然后不应该这么连累我 在我心里 我感觉只要她好好的 孩子看到爸爸在一起 我感觉这是 这是一个家庭 一个妇女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特别是这个时候 我感觉我应该做到这些 那她在你心目当中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 我对她坦白说 我是还是深爱着她的 但是我都是想回避 还就是想回避一下 还是爱她的 我承认 我还是深爱她的 就是我觉得 没有什么资格要求她回到我身边 也没有那个权利 我就是保持这个 把这份爱留在心里就行 你只要保持距离是为了什么 是为谁 我想是让她找个好的归宿 她这样不可以 你刚才说你还是爱她的 如果是满分是十分 你爱她是几分 应该是十分 满分就是十分 全身心的爱 你爱她你还能这样对待她 这么打这么骂 我也不想有时候 刻字不住 我觉得对张女士的这种选择 我表达一种钦佩 但是要是我 我可能都很难做到 很佩服 佩服后面 我有一大堆的不解的问题 刚才我看着小莲 这脾气性格可不像骂人打人的男人 你看着好久 她比你个儿 个儿有你高吗 差不多吧 跟她因为这么做 感觉你比她还高 就是看不出她那发火的时候 会有什么爆发力 对看小莲 本身这个说话的语气性格 包括她坐在这个状态 都是一个这个挺温和的男人 他会怎么发火 会让你觉得很 他骂起来 感觉越骂越呆劲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瞒不讲理是吗 完全乱骂 乱骂 然后看哪 就是老早毛病骂你 反正骂的你可能听了 但是就是我感觉我要保持沉默 你就骂两句就停止了 对对 我越沉默她越开始骂 越骂越呆劲 她会骂多长 比如她一说这么骂你 她会骂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吧 要是没事的话 能骂半个小时 一直骂到自己骂累了是吗 累了就不骂了 就这种性格的人还打 她一巴掌能打半个小时 都醒不过来 小莲你手那么重吗 我一般不打 一般不打 要打不一般 多长时间打一次原来 别笑 几年吧 你不要说她做错了 你骂她 她不理你 根本就不管事 你骂不理你 不理你呢 骂两句呢 我一般不舍地打她 骂两句 她急了上去 就像挖 我挠我两下 一挠我就急了 还一下 就一下子把她放上去 一巴掌就打怕 既然梁先生 他会坐在这 要解决这个问题 说明他从心里头 他知道自己是错的 知道自己这种 冲动的行为 本身是不对的 但是呢 我又发现一点 就是他从 非常深的概念里认为 他打人这个行为不对 或者是骂人这个行为不对 但是骂人的原因是对的 他觉得他每次 跟他有冲突 他自己都是在理的 而他认为 张女士是 不接受他的道理 然后呢 他最后没办法 没办法跟他讲道理 一时空就出手了 对 如果比如说 你们当时分手了 他没有得身上病 你觉得你们会继续吗 我感觉是不会继续了 当时我也那么想 要是就是改了呢 有可能为了孩子 也继续就是再给他复婚 要是如果不改了 我肯定我不会整理到现在 我就是感觉 早点离开他最好了 对 现在实际上人的脾气性格也没改 唯一不一样的只是得了这场病 对 所以你也回到他身边了 对 他主要是对了可怜我 同情我 是不是要没这场病 你早就跟别的女人早也就结婚了 那不一定 那不 不会 不会 为什么 我也不想再结婚 当时你离开就不想再结婚了 对 为什么呢 累 累啊 哪累啊 身体累还心累啊 刚刚都累 现在人家这个病的意思办法是好不了 要是你们俩还有这种矛盾 还有这种冲突 你是没有退路吗 我感觉自己也有退路 但是我感觉我的这种我做不到 就是离开他 我感觉我这种人怎么想我做不到 你自己纠结吗 自己有没有纠结 非常纠结 有时你看特别累的时候 反而不理解 反而再骂两句 那个时候特别纠结 感觉要是离开他 我怎么想我做不到 感觉还怕失去他 因为我身边失去了亲人太多 我感觉真的不想再失去亲人了 对前夫不计前嫌 无悔付出 换来的却是路语相向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种心态呢 我说我每天这样侮辱我 究竟是什么 让他无法放手离开 我这一辈子的感觉 自己人知道他不退吗 心里访谈正在播出 前妻前夫的恩与怨 正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张口就骂 张洪文在三年前 毅然决然的离了婚 可是现在张洪文为了给前夫治病 需要打四份功 却还要忍受前夫愈演愈烈的坏脾气 亲戚和朋友谁都无法理解 张洪文为什么不愿意走了之 彻底离开这个让他痛苦无比的男人呢 感觉身边亲人都没在失去任何一个亲人 我哪怕我不吃不喝 然后为了亲人 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失去亲人那么特难受的感觉 张洪文说 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 但是他却已经无力再去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 因为近二十年来 这种痛苦几乎每天都在折磨着他 我失去一个哥哥 九八年的时候 我哥哥不在的时候 他出车祸在外面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他 我这一生我都不可以原谅我自己 在前几年的时候 我表弟和舅舅的表弟 二十六岁 老刘不在 那个时候就求着我 姐姐姐姐你救救我 我的眼睛看不见 我只相信你 我说行弟弟 我去最大的努力去帮你 挽救他的生命 但是结果我带着他 那时候我接着他 我开往他破车 我拉着他 到处看 但是他不是眼睛的问题 他是脑流牙片的神经 现在每次想到哥哥和表弟的离世 张洪文都会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巨大悲伤 特别是17年前痛失哥哥的经历 至今仍让张洪文难以释怀 1998年 张洪文的哥哥即将举行婚礼 需要操办的事情很多 一天晚上 在开车途中 由于过度疲劳 引发车祸 无限之日 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在四岁 就在这四岁 然后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哥哥从上掉下来 我就边哭着边往前跑 我说哭着不可能 不可能 看着是我哥哥 我就哭着不可能 不可能 走到就是一太雪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梦 其实那天晚上我做这个梦 我感觉就是他出生了一刻 当时张洪文正在外地打工 农村的家里没有电话 无法及时取得联系 经历了那场噩梦 张洪文只能告诉自己 梦都是相反的 不用为哥哥担心 可是没想到 没过几天 他就接到亲戚的电话 让他赶快回家 快走到我家的那个胡同那边 我爸妈已经在那等着我了 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 我说爸爸什么了 是不是咱家房子给砸了呀 他就在天塌了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哥不在了 我说不可能呀 怎么会这样 他说完我都因为那起了 不可能抱着我爸都哭了 就站不起来了 当时我的腿感觉就是 瘫了那个样子的 当时我的邻居都扶着我 坐在家里一看 我个子都没有 就是一个那么大的 那个骨碑坡 我妈妈也不想活 我妈妈也不想活 我就归完这个 求完这个 就求那一个 妈妈你为了我也得活 这样 我就这样求他们 我一定长大 我一定比我儿子的还幸福 我夫妻这个人 你相信我 张洪文说 17年来 一想到哥哥的意外离世 他不仅感到特别痛苦 而且还会深深的责怪自己 因为我只知道的话 我想看他最后一面 我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 我感觉 我这一辈子都感觉 这点状态不对了 最起码让我看到最后一遍 我现在也感觉到 也比较深入 但是我连最后一遍都没有看到他 因为他太懂事了 因为我的 他第一次 我记得他第一次也打过工 上济南打工的时候 正在第一 正好是几 一千块钱是多少 是五百块钱还一千块钱 跟我姥姥买的衣服 给我妈妈爸爸买的衣服 还有给我买的衣服 还有给我买的衣服 还有给我买的好吃的 哎呀 我那也太幸福了 可是现在的心里 做到那么 肯定要回家看一看 但是当时就这么笨 都没想到 哎呀 我感觉不可原谅我自己 哥哥和表弟的离世 让张红文无法再忍受 失去亲人的痛苦 但是张红文毕竟没有和梁常伟复婚 在法律层面上 他们并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 在张红文的心目中 这个身患重病 出口伤人的前夫 到底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 就看到现在 我能理解 这个小张一开始那句话 是吧 嗯 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亲人离去 他这时候还这么年轻 但是在我客户下 我感觉多活一天是一天 我尽量努力的去帮助他 就像他今天 他不是我的就是前夫 我遇到这种亏难 的人我也要帮他 嗯 因为我感觉这个人要是失去了 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 嗯 只不过不是 只要用钱能做到的 我感觉在我心里不是问题 这对夫妻可能是中国很多 家庭的一个就是写照 嗯 就是中国就是有 其实有四成家庭 可能都会有 就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家庭暴力 嗯 要么就是冷暴力 要么就是语言暴力 要么就是肢体上的冲突 嗯 他们主要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可能不太会相处 我刚才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俩之间 其实有很深的爱情啊 嗯 他们之间是有爱的 最后为什么走到尽头呢 就是因为老打老妈 其实所以他们之间 有很多 其实是相处和沟通的问题 我觉得 嗯 另外呢 就是张红文呢 他很明显啊 他就是代表 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 或者现在中国 很普遍的一个女性的心理 他很善良 嗯 很美丽 嗯 嗯 然后呢 但是呢 他承担了很多很多责任 嗯 这些责任呢 其实让他不堪重负 对 如果大家就是感兴趣啊 我们让观众也好 让两位当事人也好 就看 到底张红文身上 他到底背负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 对 他说 总是说他很累很累 嗯 可能他自己不是很清楚 他背负了太多 然后一直在往前赶路 行 我觉得谢尔说太好了 怎么让他 让我们大家看到 也让你自己看到 特别让梁先生看到 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为什么会背负 这么多的责任 一个背负这么多责任 一个女人内心 是什么样的感受 面对难以负担的责任 她究竟会坚持 还是放弃 累 特别的累 一直冷眼旁观的前夫 有是否能主动分担压力 啊 我的天 心理访谈正在播出 前妻前夫的恩与怨 那个小张你看看 我们那有六个袋子 六个袋子分别写上了六个名字 你哥哥表弟 你的三个孩子 还有小梁 每个袋子有十斤重的 我不知道你平常扛过 最重的东西有多重 三十多斤吧 三十多斤是吧 那这是你平常扛的一倍 是吧 其实我们这六个袋子 是有象征意义的 其实你会发现 张宏文他是对谁都很好 他是个就是内心 非常非常善良的人 对丈夫 对孩子 对亲人 那么这些都是他要背负的 一些责任 那个小张扛这之前啊 玫瑰 能麻烦你一下吗 你能扛一段是一段 扛不动你就说 我首先得严重声明 扛重物是我的短板 所以我能扛多少算 对 主要是体验 你不会一步挪不动吧 把鞋子脱了吧 天呐 真的 我鞋子脱了 一二三 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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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再穿了 就不要想了 哎呦 真的 真的不行 都试试吧 我来 六十斤 我还真我也没扛过 我肯定不行 不行 一二三 不行 不是脱鞋的问题 不行 扛不动 我连扛都扛不起 你也不行 不可能 腰移坏 我有腰病 老腰病 老天呐 经过三个女人 平常也干点活的女人 是吧 我干 扛不动 我别说走了 我连扛都扛不起来 每代重物都代表着一项张红文不得不面对的责任和压力 六十斤的总重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张红文平时三十斤的最大负重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心理互动 让张红文和梁肠伟意识到 张红文现在肩负的责任和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能承受的范围 那么张红文到底能不能扳起这些超出他能力范围的重量呢 让在场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张红文竟然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将贴有前夫和家人标签的六十斤重物全部搬了起来 为了让张红文意识到 在透支精力的时候必须及时为自己减负 心理专家要求张红文先负重绕场三周 然后上下攀登楼梯三次 他可以随时丢弃重物及时为自己减负 严重透支体力的时候 张红文到底会怎么做 他是否会放弃前夫呢 而在一旁观看的梁长伟 又是否能主动帮助已经不堪重负的前进呢 不能歇 你歇不了 你歇了怎么办 你歇了他们怎么办 孩子们怎么办 梁先生怎么办 不能歇 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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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着必须要扛着 不能让他挨着这个梯子 含和飞 对 要不是挨着就重新来 一沾到梯子重新来 不行 挨着了 重来 重来 再来 不能挨着啊 不能沾着 只要沾着就重来 为了让张红文体会到体能和心理的双重极限 主持人和心理官家 故意为难张红文 让他一刻也不能休息 但没想到 张红文一直咬着牙坚持 始终不肯放弃 还有一次啊 你歇了什么感觉 累 累是吗 还有呢 特别的累 特别累 还能扛吗 特别累还是要扛 还能坚持吗 还坚持得下去吗 可以 我们还会让你再上来再上 继续上去哦 这就代表我的身影 必须坚强 你 你现在什么感觉 你 我还差点累 但是我要继续 因为他都是重要的累 还能再上吗 还能再上吗 还可以 还再来三次 你已经 他已经汗都已经打湿了 你现在累是吗 很累 我也是吗 可以 出累还有什么感觉 委屈 我也是 有没有绝望 没有 因为他 特别的 是没有这样 其实你 可能你已经扛不动了 其实 我都感觉 腰虚脱了 我一看上面 我还要扛 还需要坚持 他那也都是 我重要的那 所以你还要是 还是要扛是吗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极限 有没有扛不动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如果我还要在你往上 还要往上爬的话 让你整个扛是扛不动的 有没有你有些可以 放弃的 没有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不愿意吗 一个都不愿意 继续要扛着 其实 哥哥已经走了 也要扛 虽然我们很难过 他虽然走了 但是里面把老妈妈 我一定为了答应 他父亲这个责任 要把老爸妈妈 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现在没有做到 我还需要 能扛 还行 所以还少扛 表弟呢 表弟 就是想 最后的时候 求我给他看眼睛 但是 我做不到 带他到处都看 但是 没有机会 能把他丢在身边 对啊 你已经尽到责任了 我尽到 表弟也走了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表弟 拿出来 可以吗 拿一个 可以吗 可以 那你自己拿 还抢动吗 还继续往上走 还有没有可以放弃的 拿出来的 哥哥 哥哥和表弟都拿出来了 你拿着表弟什么感觉 你第一个拿的是表弟 你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尽头信了 尽我巨大的努力 我付出了 但是 再怪不了我 第二个方向的是 哥哥 真是这么不想 让他走 因为他太帅了 他太懂事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 唯一不能割舍的 就是爱 但是现在 你必须得放下 因为你是一个女人 你要首先 学会爱你自己 你爱自己的方式 也会让你的哥哥放心 也会让你的父母放心 也会让所有爱你的人放心 那现在我问你 你放下了弟弟和哥哥 你接受了现实 你现在内心 有什么样的感受 轻松一点吗 又轻松一点 我 我急行 当下的人吗 那对 那对天就是 去了 那么我们只能 珍惜当下 活在当下 还是做到 任心无愧就好了 我从开始 对小张的佩服 我现在到 不可思议 因为我用了 吃奶的劲 搬了我这一生 到现在搬得 最沉的东西 还把脚刚才碰得很疼 放的时候 我特别怕 砸到自己的脚 很失控的下去 小张 怎么就能够 扛着这么沉的东西 然后绕场三圈 还爬来爬去 我觉得他简直 那个力气不可思议 可能对我们来说 我们扛的就是六个 六个麻袋 对不对 但是上面都写着 你家人的名字 是因为 其实在你心目当中 他们都是你的亲人 对 我一看那些名字 只能坚强 其实我一搬的时候 都搬到 就是沙虫季了 最多是二十四斤 二十六斤 三十斤的时候 是很少很少的 这是 我也是想不到的 就搬那么多 看到那些名字 我也不知道哪来 买过劲 我们在这里 做一个心理的小实验 但是在生活中 他扛的比较多多 而且在三十五岁 很年轻的时候 他把他最年轻 最美丽的时候 都给了你 他再往后扛十年 他会垮掉的 他现在心里不好 腰间盘突出 老是腰疼 他打四分工 养三个孩子 还有父母 还有为你去付出很多 我想以后 也不想累赘他 要自己照顾自己 其实我觉得 小张要的不是这个 我想他不会在意 就是说 为你去付出多少钱 那都只是物质的东西 他更在意的是 你对他的支持和理解 我不知道小张说的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张来说 他刚才在看到 小张那么累 那么辛苦的时候 可能你没法去替他 因为你有病 对你没法去替他 扛那个箱子 你可以说一句安慰的话 给个拥抱也行 对呀 给个拥抱也行 这些很难吗 这些需要 这些是需要你 伤你身体的事吗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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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做呢 他不计前嫌 照顾重病前夫 前夫的坏脾气 却变本加厉 我没什么意味 都说 哎呦没得用 没得用 我没见你出去 白鱼是他 一年 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他知错难改 痛苦万分 你想的 也不算万一 相互关心 却又彼此伤害 他们到底该如何走出怪圈 再发火 他就跑了 心理访谈下期播出 以愿奉得的前夫 炸腾气 炸腾气